好 所以你在这边 这个304这个题目 你只要在其中一个范围点选出声格 一个就好 然后插入 选择散步图 然后选择最下面这一个 他有说是带有实现的xy散步图 ok 对应的工具立刻呢 就跑出来了 那这里呢只有你可以看到 稍微拉到右边来 只有AB这两种 A这两种测试 抱歉 没有B牌 所以我们要加入B牌 怎么加呢 这里有个选取资料 请你按新增 注意看新增 数列名称 就是这个数列的名字叫做什么 像这里有A品牌 A品牌第二种测试 所以 以此类推 我们是要B品牌的 B1 好 那X轴呢 就是指这边的X轴 好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按住 Ctrl Shift 向下键 到A02 A02 再来是Y轴 那Y轴的话呢 第一种品牌 从这里开始 Ctrl Shift 向下键 从B2到B102 好 这是第一 然后再来呢 再新增一次 好 这一次呢 你可以看到现在是B品牌 第一种测试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B品牌的第二种测试 B品牌 C1 然后呢 X轴还是一样 都是这个间距 都是在这里 好 我们选择一下间距 好 那再来的话呢 Y轴的话就是C2 到C102 好 就这样子 好 A2到A102是他的X轴 C2到C102就是他的Y轴 按确定 好 你会等一下应该这里要有四个 数列才对 好 OK 这样可以吗 好 这A品牌B品牌两种数列 好 那没有问题就请你按确定 好 然后呢 再去移动图表就可以了 好 移动图表 然后新工作表 好 然后这里呢 就请你打比较图表 好 打完就按确定 好 好 至于呢 他的那个标题呢 他有说 标题 样式呢 叫你参考这个结果图 好 那其实就是指那个A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好 我们就直接选择 版面配置 图表标题 好 在图表上方 那请你在资料编辑列这边点一下 一道题目的要求 好 输入这个他的要求 他的指定的名字 那输入 输入完毕之后 就请你按Enter ok 然后呢 他说X轴标题跟Y轴标题 他说这个怎么测试间距 变形弧度 这个都是一样 在做标题的输入 我们就一并做一做 这个做完 请你做隔壁这一个就对了 然后主水平 这边 好 在我们就选择这个 他一样在这边输入测试间距 然后按Enter 再做一次做标题 这次选择组垂直 那你请你选择第二个旋转的标题 好 因为呢他的结果图就是指这个 再来一次Enter 好 那这样子一二三四 这四个步骤是这样的处理方式 那第五个步骤的话 他说显示水平跟主要隔线 好 我们先坐到这里好了 请东西先练习到这里 好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嗯 第五步骤 那这个要显示的是水平跟垂直的主要隔线跟次压隔线 好 那我们就是把这两个 都一样选择最下面 主要跟次要隔线 好 那这样第五步骤就结束 第六步骤他说要把涂力改成下方 那我们就选择涂力 好 在下方显示涂力这里 好 我们这边先点一下这个涂力 再改一下 好 然后再来第七步骤 他说这个水平走 那请你这边留意一下 我们在这边你要先改成 就是选择水平走 然后呢再去选择格式化选取范围 好这边呢依照题目要求改成1 最大值改成6 好 然后主要刻度是交叉 再来线条色彩的话是实心线条 那么 盛氧色背景二较升75% 然后再来线条样式则是4.5pt 好 好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304的做法